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袁建兵先生的迫害 抗议中共对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逼迫 和支持美国加拿大政府逮捕华为高管孟晚舟 他们呼吁加拿大政府尽快引渡孟晚舟 使其违法行为受到法律的制裁 袁建兵先生今天您为什么要到洛杉矶中国总领事馆来进行抗议 您的目的是什么 是这样的 12月12号是我上次在中领馆被捕开庭的日期 但是我们到了法庭以后 中领馆这边没来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人来 然后据说这个案子就直接关闭掉了 那么12点钟以后我们还得去拿法庭的文件 那么我们今天到这边来呢 主要是来抗议一个就是 中国政府始终口口声声的 让那个 他国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 但是就是 同样是中国政府做洛杉矶的总领事馆 他们居然就是邀请了美国的武装力量 跨境进入中国的领土 来把我一个中国的公民 用美国的法律给逮捕了 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很荒唐的一个事情 我们都知道 根据热内瓦公约的话 中国领事馆的属地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那他自己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一边要求他国不要干涉他的领土 一边要求那个武装力量来干涉他自己的中国的内政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 中国政府始终是采取两种的 两种的那种态度 两种的那种方式 来实现他的一些目的 怎么样对他有利 他就怎么来说 完全是没有一个底线 没有一个原则的 那么今天呢 因为洛杉矶很多的民主人士呢 也过来声援了我今天的开庭的这个事情 那么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洛杉矶总领事馆现场 那么这一些 刚才呢我们在这边也播放了一些哀乐 也发了那个 也喊了一些口号 然后做了一些抗议的一些活动 那警察过来了以后呢 也表示了一个理解 他现在已经离开这里了 原地平先生 我觉得您刚才谈到了 说领事馆 起诉您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在我的所了解的范围 都是访民啊 或者告领事馆 告中国政府 怎么会中国政府 两个原因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 我的护照已经早就过期了 然后他们也把我的老的护照拿走了 至今没有把新的护照给我 然后跟他们沟通就是说 国内决定的不给我这个护照 那如果不给我护照 你干脆就把我国籍给取消了 对不对 那我就成为一个无国籍人士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那么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我一直始终抵制中领馆 中国政府的一个做法 那么中领馆呢 他才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个 非常荒唐的 卑鄙的一个手段 他要求每个到中领馆办事的人 必须签署一个书面的文件 这份文件上要声明 他是为了在美国生活 而申请的政治庇护 完全是没有受到 中国政府的任何的迫害 当签了这份文件以后 那就意味着 把自己的一个在美国的居留权 就直接交给了一些流氓的手上 他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控制民众 只要你来反对我 我就把你这份文件交给移民局 让你驱逐回中国 他就采取这种方式 所以而且这个方式呢 他又在美国 又是违法的一种行为 我们都知道 办理护照的地方 并不是属于 勒内瓦公约上保护的一个地方 他只是一个商业地方 他属于美国的国土 那么在美国的国土上 他用中国的这种方式 来强迫美国的居民 一定要来签署这份文件的话 显然他是违法的一种行为 他是违反了美国的法律 所以这个上面 我们一定要引起一个充分的重视 对于中国政府在美国的 这种法律司法界的一些渗透 他甚至采取这种强制的手段 其实我相信 应该要引起美国的政府 以及一些相关人士的一个 包括我们在内的一些人 高度的一个重视 我们一定要抵制他这种行为 并且要通过一些输送的方式 让他 让美国的法院来强制命令他 不许他在美国的国土上 强制要求美国的居民 来签署这份文件 袁立明先生就是根据您所说 就是如果说 已经取得政治庇护的原因 已经取得美国居留权的 要返回中国 他就必须要求当事人 要签署一个虚假的文件 就说你不是因为迫害 而是为了在美国生活 这样就会让当事人 陷入一种非常危险的警惕 也就是欺骗了美国政府 那么就会被递解出境 他是不是想打到这个目的呢 他的目的完全就是为了控制 这些在美国的这些居民 他甚至可以要求他 在他的工作范围 或者在他的能力范围当中 获取一些中国所需要的一些资料 或者情报之类的这些东西 商业机密 他都可以用这种手段来 无底线地要挟任何一个 签署了这份文件的人 这就是他的卑鄙的所在 他其实是作为他的一个 渗透计划的一部分 我是这么认为的 袁吉平先生 你能否介绍一下 今天开庭的情况 中领馆和检察官这边都没来 这个案子呢 12点钟法院通知 我们过去拿文件 这个案子就关闭了 那么其实啊 他其实是非常荒唐的东西 他跟警察声称 那个对我有过一个禁止令去年 但实际上他完全是欺骗了 美国的警方 法庭的指控的文件上面 说我是擅闯了私人的领地 那我们都知道 那个中国领事馆是 根据认诺瓦公约 是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本身就是 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土地 袁吉平先生 因为我刚才知道 你们这一次来这个中领馆抗议 还有一个目的是 就是抗议中国政府 对成都秋雨教会的一种打压 还有孟晚秋事件 对 你能不能给我看一下 就是今天来抗议的 这种有多少人 好 我能不能跟他们进行一个交流 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自己 然后你谈谈你今天 秋雨教会的情况 请不介绍 是这样的 我叫刘远宁 然后呢 今天是这个 我们到这边来呢 是声援袁杰冰先生 他是在这个 几天前呢 被这个中领馆 碰瓷执法 钓鱼执法 然后他是作为一个中国公民 正常的进入领事馆 中国领事馆 来了一个就是 侵蚀咱们中国公民的权利 但是后来却被领事馆报警 叫中国警察到这里面来抓他 美国警察 对 叫美国警察过来抓他 那么这样的话 他们实行了一个双重标准 一个方面讲 不允许外国政府 就是干涉中国内政 但另外一个方面呢 他又邀请中国警察到 美国警察到中国领土 来进行执法 而且是钓鱼执法 碰瓷执法 我们对这种行政 非常的愤慨 所以说我们特意赶过来 支援他 支持他 基本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也是基督徒 然后呢 这个共产党呢 在这个中国境内 对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打压 是愈演愈烈 尤其是前几天 把缺义教会 八十多个人 全部都抓捕 所以说我们非常的愤慨 我们认为这个 简直是匪夷所思 在现代文明的社会里面 竟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们觉得非常不可理解 所以说想过来抗议 来为中国的这个宗教信仰 争取一些自由 但是中国的宪法 是明文规定的 是公民享有宗教自由权的 为什么中国政府 会去打压 中国中国的宪法 中国它不是依靠宪法来治国的国家 中国的法律 它就是说是需要它怎么样写的时候 它就会怎么样写 需要它怎么做就怎么做 执行的是不同的标准 这是我们的理解 它从来就不是一个法治国家 你们认为是否因为 秋雨教会和一些家庭教会的活动 影响了共产党执政的根基 使他们产生恐惧的 这个总之 大家分析都是这么个 这么样的分析 因为这个共产党 它对所有的这些 一些宗教信仰 或者一些有凝聚力的 这样的一些组织 它都是比较恐惧的 它担心他们凝聚成一股力量 来反对他们的统治 所以说它对 包括是秋雨教会 包括法轮功 包括其他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组织 不管你是好的还是坏的 它都是一网打尽 绝对不允许他们的存在 所以说宪法里面的宗教自由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句谎言了 杨诚你今天到中领馆抗议 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感到中领馆很可笑 在国际上一方面 在这个谴责美国加拿大 干涉中国内政 是吧 但是呢 他们又把这个美国警察 找到主动的找到了领事馆 来去抓中国人 这个他主动的邀请中国 来干涉中国的内政 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孟晚舟这个人 他就是一个中共的特务 间谍 他们华为的所作所为 不但在监视中国人民 而且在国外窃取情报 甚至帮助中国的军队 在这个电子和网络站上面 做了很多恶事 那么现在看呢 对世界的安全都构成了威胁 所以我坚决支持 强烈要求 美国引渡这个孟晚舟 不仅仅是她 而且要引渡这个千人计划里面 所有 这个窃取情报 犯罪的这些间谍 我问一下你今天到中文馆来抗议 你的目的是什么 想表达一下我们的就是义愤吧 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 到这里来办那个护照的更新 是很正常的 真经第一的事情 但是竟然要签署一个 违背个人意愿的文件 才能给办 因为这个事情 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面临了 很多人吧 很多人面临这样的问题 所以不是原先是一个人的问题 对于秋武教会被打压 你死里有什么评价吗 这个肯定是严重的侵犯人权 侵犯 就是个人信仰的权利的问题了 而且他那个秋武教会 还算是存活的比较长的 在这之前都有很多都被什么 教堂拆毁了 然后那个什么十字架被拆了 这个情况也不是才有的 只是那个秋武教会这一次呢 还做的比较的 就是这个信息传播的比较广吧 就是影响比较大一点 这个打压基督教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 所以这个也是 必须要表达一下我们的这个抗议的 你是基督徒吗 我是 那我想问一下对于孟晚周世界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认为那个美国政府逮捕它肯定是有根据的 肯定是有原因的 我相信美国的司法和他们的执法机构 他们的执法的能力 建于那个中共的一贯做法 我是支持这个引渡孟晚周到美国的 因为他们的这个华为 因为我们在国内我们就知道 它是有军方背景的 这个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对吧 关于这个具体的这个事情呢 这个肯定是美国的司法机构一定是有充足的证据才会 就是逮捕它的要求引渡它的 现在虽然是已经取保了 好像是就是取保了吧 但是并不等于它无罪 只是说暂时的 这个也是执法的一个过程吧 并不是认为它就可以免除这个美国的这个调查 这就是这就是宗领馆 你看看到吧 哦好 你看到吧 哦好的好的 韦明那你是一个著名的雕塑家 你今天参加这个抗议 你的想法是什么 与教会呢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 他们对丘语教会的打压 那据说有八十多个人被逮捕 但我认为这是完全不正常的那个 中国号称是宗教信仰自由 有人权有法治的一个国家 也签署了那个联合国的人权条约 那么他就要遵守这个条约 那对丘语教会的打压呢 我认为是对一直以来啊 对那个家庭教会啊 对中国的教会的打压的更的一个升级版啊 那么我现在就是当然这次我们来也是为了丘语教会啊 被抓的兄弟姐妹 虽然我不是一个基督徒 但我想我们作为人类的大爱啊 不管是否基督徒也好 不教徒也好 有信仰的和没有信仰 但是我们其实作为中国的老百姓啊 所以我们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说作为有宗教背景的信仰的人 其实跟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所以他们的苦难是吧 他们被抓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也应该发出我们的声援 我们对他的支持和纳法 有关于袁建平的事件呢 我今天对他声援 我感觉中国政府太为荒唐了 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啊 他仅仅是在美国有居住权 但是他还是一个中国公民 那么他就应该到这边来办事情 到中国的领事馆的办公室办事 是完全合理合法 为他的自己的权益 也就是为了他的护照 为了他的签证 到这边来办事情 我认为是完全合理合法 那么中国政府当地的官员 他们是没有任何理由 要求美国的警察到这边来执法 给他代表 是吧 他既没有大声宣扬 因为我也看了整个视频 和当时的经过 那么我认为他的所有的态度 都是非常温和的 是吧 为了办他的身份嘛 就是办他的护照的延长啊 给他护照 那么其实有罪无罪是法庭说了算 中国也无权说他是无罪 或者有罪 那么袁建兵呢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 他在这边合理的使用他的权力的时候 办事的时候呢 就被他们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 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他的两种标准 那么我认为他作为一个政府啊 他完全是不够格 因为他的这种所作所为啊 他的行径就像一个黑社会啊 对他不满意的人 可能袁建兵他到这边来也为那个榜民 呐喊过 这可能就是他对袁建兵说 为什么要弄你 要抓你 你自己知道 这就是所谓的原因 因为他为了访民嘛 他也在为访民呐喊 所以我想这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这边的办事机构 为了就是陷害袁建兵 就是诱布袁建兵的唯一的理由 所以说他这个作为一个政府呀 对袁建兵他进行打压 那个对他进行陷害 那么在孟晚舟的事情上呢 他也是一样 是吧 因为加拿大政府抓了孟晚舟女士 那么他们也像黑社会一样 抓个绑票 再把加拿大的前外交官也逮捕了 作为人质外交 就是施加压力 是吧 那么这边也是对袁建兵也同样 也是向美国施加压力 所以他在这边骚扰 是吧 把一个正常的办事的中国公民给逮捕 所以今天呢 我们去了法院 法院也是就是没有听审 我呢也去了窗口问了情况 为什么居然有这个案子 今天又没有书生法官 连案子的case都没有 但是法院呢 是有在几号房间是有 那么我们去问了几号房间的法官和法警呢 说是今天没有这个案子的审理 然后呢就是说给了一个电话号 就是说有一个案子的跟踪号 那么就让律师给那边打电话 那么我认为呢 他就是跟我讲的感觉呢 是要把这个案子 就是给他去掉 因为他们也认为这是比较一个荒唐的事情 就是说一个中国公民在这边办那个办理护照什么是很正常的 是吧 逮捕他是应该是是非常不合理的 也是荒唐的 所以呢他们也不想进行进一步的在法庭上 就是丢人现眼吧 就是说所以今天警察也没到场 中国领事馆的人也没有到场 就是我们有当时有袁建兵 还有当时在场的丁先生作为他的证明 那么到场 所以这个没有进行审理 他们就想把这个案子给settle掉 这是我的理解 也是他们给我的感觉 孟晚舟事情呢 我认为他不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民事案 叫一个盗器案 其实是两个国家的一个角力 因为孟晚舟啊 他这个涉及的不仅是他个人的一个事情 他是在伊朗就是违反国际法 把中国的 还有美国盗取的那种知识产权啊 就是说那个芯片 卖给了伊朗这个独裁 受到全世界制裁的这么一个国家 那这就违反了美国的法律 从这一点上呢 我们从后来看到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那个科学家 在他被孟晚舟被捕的第二天就自杀了 哪有那么巧的事情 而且正好要出席他的一个晚餐会 所以在种种的联系呢 就说明我个人认为的推断的 他作为一个间谍啊 这个人是跑不掉的 而且这个间谍他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盗取美国的那个知识产权 所以说他呢 这个引渡啊 我作为一个航管主 我认为美国政府做的是非常的恰当 因为中国利用他的这种高科技啊 和美国的合作啊 投资了大量的美国的知识产权的产品 然后呢 他又不利用这些资源 这些知识去使得中国人民更好地享受这种 人类的文明带来的成果 而是把它用在防火墙 用在监控的探头上面 而去支持那种独裁政权 所以说呢 他的这种行径呢 是理应受到国际的制裁 我们就等待美国的公正的对孟晚舟女士的公正的审判吧 袁洁宾告诉我们 11月16日 中领馆通知其来领馆协商更新护照 但当他进入中领馆不久 中领馆却通知警察对其逮捕 原定今天上午的庭审 中领馆和警方竟无人出席 久而中国政府严重破坏宗教自由 对成都秋雨深约教会 牧师王颖和近百名教徒 进行了突然抓捕 华为高管孟晚舟 因涉嫌犯罪被美国控告和加拿大政府拘捕 但中共却通过抓捕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 进行恶意报复 上述事件 使中共独裁专制的流氓嘴脸暴露无遗 连伤可距量 华为高管孟晚舟新闻 织论杨